穿著黑色上衣的業務員 在大賣場結帳櫃台 到處找人推銷信用卡 沒有想到他動口又動手 把顧客整個惹毛 我是不是有跟你連續說了幾次說 我不需要信用卡 對 我連續跟你講 不需要信用卡 民眾越講越氣 因為業務員完全沒經過他同意 就直接搶走他手上會員卡 你有把我的卡抽走去看嗎 對不對 這個有 有 有嗎 那我有跟你說 可以 你可以拿我的位員卡 或者我有遞給你 沒有 你今天口頭跟我推銷 我都可以接受你推銷 但是不要動手動腳 發生區分地點 就是這間大賣場桃園分店 幼員趁顧客在櫃台排隊結帳 走不開 強迫推銷信用卡 但誇張行徑 讓民眾氣得到警局報案 不過來到其他賣場分店 其他的業務員 倒是沒有這麼誇張行為 他等於會500塊給你 再加上你以後買東西 會有點500塊 500塊是多利階級 卡搶走就還蠻無言的 因為如果是遇到卡搶走了 我可能會開出就比較強硬吧 就是會跟他 就是很比較認真 他說我就不需要這樣 離譜行為 民眾也直呼太誇張 業務員就算業績壓力大 但強迫推銷 反而引起民眾反感 結果最後不但推銷不成 每業績 還被告上警局 得不償失 記者何孟謙新出桃園報導 分別了 中文字幕——YK